是把这上面工具列 这些工具列先把它布置起来 那原则上呢 我们是用autocad点型 这个应该还记得吧 那另外呢 再把那个几个工具列 几个工具列包含就是说 按右键 在上面按右键 那我是两个视图跟视觉形式 另外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硕形 跟那个实体编辑 再来多出一个UCS 主要大概就这几个 那其他需要的工具列 再把它叫出来就可以了 再叫出来就可以 所以理论上大概需要叫出来 就是有五个 所以这部分简单 跟各位做一个复习一下 那再来呢 我们就是继续来看 那其他我们前面已经有介绍 就是说呢 这个2D的主要我们2D的部分 继续用那个 这两个工具列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绘图工具列 那一个好像是什么 一个是编修 这个可以把它拿下 这些通通 这个是绘图 绘制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修改 绘制跟修改 那这两个呢 主要是2D用的 2D用的 那另外还有5个是我们新增的 那分别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那放好之后的话 那当然我们这个 这个画面如果说下一次你希望保留 进来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再调整的话 那其他有一些方法啦 各位可以在上面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直接这边有个叫工作区的设定 工作区的设定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看到 目前只有1234个 如果说我现在希望增加工作区的话 那其实各位可以在 也是工作区 跟着应该是在下方 按右键 右键之后有个设定 或者是说你们在 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齿轮 这个或者是下方会有齿轮 你可以进入到那个设定 最后